政府真的要赤裸裸控制媒体吗 行政院打算修正公共电视法 不仅要大幅降低董事席次审查门槛 更明定行政院长可以指定公广集团董事长 一改过去由公事董事推举的做法 难道蔡政府把公事当官方电视台 把媒体董事长直接当下属吗 直接去任命董事长 然后形同架空整个临选委员会 甚至架空董事会 这种赤裸裸的介入 在比较民主的国家是看不到的 英日等国都是由董事推举董事长 唯有我国独步全球 让行政院长指派媒体董事长 在野党怒吼民进党组媒体国家队 吃相太难看 公事不是央视 是公媒不是官媒 过去大力几乎说 退出媒体的是谁 民进党自己派系里面就是媒体 民进党的修法 摆明的就是告诉你 我政府就是要进入 接下来任命就是说 他就是属于行政部门的部分 他真的就是要学希特勒 我不骗你 这就是一个法西斯政权的一个前夕 绿营的媒体蓝图逐渐壮大 现在行政院长还能清点 公广集团董事长 完全执政到完全官派 干脆以后就 所有的台都归公广集团管好了 不管政策 不管节目内容什么 都有手伸进去 他还想把这个董事长 通通这个视同囊中之物 自己能够 这个随意的指派 让人家觉得很害怕了 民进党大概干嘛 很快的示范了 就表示你民进党 党政军通吃 之前绿媒大亨可以直接指派主播 当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如今连公广董事长都要直接指派 正媒不分 就怕执政者做了最坏示范 记者林杰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